这个泰国社畜 为了赶工作进度 居然连自己手指被切了也不知道 等他反应过来 手指已经被封进罐头 装入纸箱 再运上货车 一路快马加鞭送到城里超市 阿邦很着急 每天下班后都会到超市 一罐罐地寻找他的手指 可哪怕他把工资花光买下了所有罐头 也依旧没能找回手指 直到这天 他在路边的小卖部买水时 偶然听到了一个奇怪声响 把他买回去打开 果然 里面是一根断纸 阿邦把他装了回去 可用了一段时间后 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他开始怀疑 找到的这根并不是自己的 然而在第二天吃饭时 熟悉的敲打声吸引了他的注意 阿邦转头望去 敲桌的习惯 熟悉的频率 果然那才是自己真正的手指 见对方还想用他的手指挖鼻孔 吓得阿邦赶紧上前阻止 把手指换了回来 就这样俩人不打不相识 还因此成了好朋友 朋友说 工厂里有很多人都被切过手指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这么幸运地找回来 为了防止手指再次被切掉 两人决定一起辞职 之后阿邦找到了一份保安的工作 每次和别人搭电梯时 他都会紧张地站在角落 除此之外 他还认识了不少朋友 比如这位摩迪斯基小胖 他死于一场怪异的头盔雨 但因为太热爱工作 灵魂不肯走 所以每天都在路上拉客 久而久之 阿邦突然觉得 大城市里的人好像都被异化了 每个人都成了不知疲倦的工作机器 甚至在他眼里 小狗都成了穿统一制服的怪物 几天后 朋友来找阿邦 他说自己找到了对抗这种异化的方式 那就是爱情 朋友爱上了一个自称是皇帝女儿的姑娘 两人是在公交车上相识的 拥挤的环境擦出了爱的火花 相爱过后他们天天搭乘公交 为此还收集了一盒子车票 作为爱情的见证 看着两人满脸的幸福 阿邦突然也想有断爱情 能来帮自己对抗生活的空虚 很快 他就在公司的电梯里 对一个女孩一见钟情 对方一举一动都令他十分着迷 看什么都觉得是他 灯泡 海报 电视主持人 甚至就连蛋炒饭 都是女孩的模样 于是未能多靠近对方一点 他天天送人回家 但没想到 这女孩居然是个怪胎 这女孩的强迫症超严重 不仅吃饭要把香菜挑出来 还不能忍受一点污渍 桌子上的摆设必须放整齐 要是别人稍微放歪一点 他看到后都会狠狠地瞪过去 更奇怪的是 他不知从哪弄来了一本白皮书 虽然看不到 但他坚信是书选择了它 每天像是疯了一样 天天捧着研究 觉得好像只要能看懂 自己就能成为特别的人 同事都觉得女孩是怪人 因此没少嘲笑 但女孩压根不在意 为了能读懂书 他问遍了身边所有的人 甚至还去外文补习班兼职 想趁机偷偷学习 终于 黄天不负有心人 女孩遇到个同样拿着白皮书的外国人 看到他被城管追逐 便误以为他是环保战士 于是也加入其中 踏上了环保之路 每天不是在参加反塑料的游行中 就是在捡塑料瓶 甚至把垃圾袋洗干净后发给同事 希望他们能循环利用爱护环境 但没人理他 除了暗恋他的阿邦 自从阿邦对女孩一见钟情后 就天天送他回家 发现女孩手臂应挤公交过敏 心疼的阿邦 就干脆转行开启了出租车 方便送女孩上下班 但他没想到 自己的出租车也成了女孩环保的工具 阿邦想劝劝 可他到了女孩家 才发现屋里已经满是塑料瓶了 而女孩还捧着那本神秘的白皮书 说自己要拯救地球 更可怕的是 为了反对塑料垃圾 他干脆弄出了一座塑料瓶山 只是没想到后来这座山还成了旅游景点 女孩一直疯疯癫癫 直到这天 他在游行时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那个拥有白皮书的外国人 他激动地跑上去 告诉男人白皮书对自己的意义 可没想到男人根本不是什么环保战士 而那本书 其实只是意大利的一本同志小说而已 女孩瞬间崩溃 过于激动而直接晕了过去 醒来后 接受不了事实的他决定离开这里 阿邦知道后 突然没了对生活的盼头 于是他决定自杀 男人刚要上吊 就看到一只长着奶奶脸的壁虎 奶奶说 当初他死后 骨灰就被河里的鱼吃了 然后鱼又被人捉走 成了小孩的午餐 接着小孩在田里排泄 滋养了水稻 水稻成熟后 又被蝗虫啃食 蝗虫又被壁虎吃掉 就这样兜兜转转 奶奶转世成了一只壁虎 天天在阿邦家里帮他捉虫 保护着不被蚊虫叮咬 奶奶劝阿邦 不要轻易放弃生命 如果在这待不下去了 或许可以乡下看看 可回到家乡 阿邦才发现这里 每个人节奏都很慢 而早就适应大城市 快节奏的自己 让他觉得在这更加难熬 于是他再次踏上回城市的车 坐回了出租车司机 路上 他遇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人 例如一个失忆的乘客 他有个特殊的癖好 喜欢舔东西 能舔的东西都不放过 还有一个侏儒女孩 以及一只会说话的小熊 女孩总想着摆脱外表的志气 急着证明自己是个大人 而小熊是女孩发泄情绪的玩偶 每隔几天他就被丢掉一次 虽然女孩最后都会灰溜溜地 把自己捡回来 但小熊一直不离不弃 直到某天女孩买了一部手机 从此女孩就忙着打各种电话 彻底抛弃了小熊 难过的熊只能到处流浪 深夜买醉忘记对女孩的思念 阿邦劝他 喜欢一个人就应该说出来 可熊说自己不敢 于是阿邦能做的 就是给熊买了一部手机 让他用电话和女孩沟通 最终勇敢带来了爱情 帮玩一人一熊 阿邦想起了自己喜欢的女孩 他也有一句喜欢一直没跟对方说 这让他很遗憾 于是他开始想办法寻找女孩 终于 两人在塑料瓶山上重逢了 这一次 阿邦勇敢说出了心意 女孩被他打动 最后不仅答应了他的表白 还成了他的妻子 而奶奶也完成了新一轮的转世 从壁虎成了女孩肚里的孩子 或许 他们会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我们寻找失误 未必每次都能如愿 但若是不刻意去寻命 或许会有意外的收获